您現在收看的是 忙碌的商務人士生活頻道 這可口的便當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又營養 該有的碳白紙都有了 今天是二二八假日 臨時跟簡潔哥說 前往歸後五港 想說每次去一港做的海鮮料 簡潔哥從沒吃過 在這二二八單日假 來歸後五港16號彈 買活蝦跟花蟹 讓簡潔哥嘗嘗 結果 好險我沒先講 先找回曾經的實感 大家好 我是師兄 簡潔哥的口服 我們先從歸後五港的海鮮街看著起 好漂亮的海鮮喔 海大鮮 哇 這裡的很漂亮耶 這裡一斤是350 這些都是處女的耶 這個一定很好吃 哇 那裡一千喔 沒有啦 千里 千里喔 千里也瘦 千里也瘦 瘦 瘦瘦 瘦瘦瘦 千里啊 瘦啊 這邊有一隻活的白馬頭耶 我幫你找 老闆娘 你那個活的白馬頭怎麼賣啊 白馬頭 沒有 人家都賣完了 喔 這裡都被賣走了喔 都賣走了喔 喔 下次請早 下次請早 好 謝謝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小花枝耶 超可愛的 在這邊看到了這個南瓜石斑 還有夢幻石雕 都是高檔漁獲的 在這邊看到了一欄五百的 三點 哇 也滿肥的呢 這欄霸其他也是五百喔 我得跟我之前買現牛的肉質 一定大不同 這裡也有現烤的竹甲魚 也有現生的 哇 老鼠斑 還有 那個 小的 歐街 龍虎斑 跟刺海 來 現在進入到 歸喉魚港市集內了 我又來到了第一攤十六號這裡 我要來買 蝦 老闆蝦都賣完了 沒東西了 沒有啦 因為最近其他蝦 漲漲漲漲漲漲太多了 真的啊 所以說就不敢進來 哇 沒關係 等待過兩半看看 是喔 那長得很像 不要長太像 對不起 哇 那個火暖絲 我今天呢 來到了十六號 攤位這裡呢 還記得我上次想要買那個 老闆車有一千塊的那個 大花蟹對不對 結果 完全沒有 我本來想說我要買給剪接哥吃的 結果 沒有 剪接哥可能也沒得吃了 我看到了這尾黃石斑很漂亮耶 他身體都透著那種 泛黃的顏色 金黃色 很討喜耶 我現在看到老闆這邊的鮑魚啊 你這鮑魚是哪裡來的 韓國的 韓國的 喔 我記得了 這個算是一斤 也是經濟價嘛 對 那你這一斤是多少 一斤八百五 一斤八百五 活包呢 一斤八百五 分享一下 除夕鮑魚蒸蒜蓉 真的超好吃 家人們吃得很開心 這個是本港的小龍蝦嘛 這是小青龍嗎 對 那是青龍 那是紅蛤 那個是紅姑娘 水姑娘 沒有 水姑娘在上面 水姑娘是上面的 沒有 那是我們說的紅蛤 紅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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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是裡面是珍珠 您說這個是 珍珠 珍珠 還滿漂亮的耶 對 紫色的 然後一點一點螢光的 他們售價應該也都 還好 還好啊 不會滿高貴的 接下來 老闆跟大家分享 火卵絲 對外環境體表顏色的改變 真的是老闆養的卵絲喔 明蝦 明蝦怎麼賣 明蝦現在比較多一千五 一斤一千五 一斤一千五 對對對 可是很大隻啊 對啊 因為現在不是季節了嘛 對不對 原宵剛過嘛 下一筆回來才會降 哦 下一筆回來才會降 哦 下一筆回來才會降 這樣 所以現在是一斤一千五 對 現場朋友買了三隻大門蝦 這蛤蜊那麼大一斤多少錢啊 一斤一百五 哦 一斤一百五 啊這真的很大耶 順著走到28號店價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花枝很大 然後它上面是不是有那個 漂浮的魚 這是要來餵它的喔 這是要餵花枝的 剛好有 客人要買大花蟹 一斤八百五 一斤八百五 一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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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肥的花蟹 谢谢您 哇 黄金蟹 今天来归喉渔港 大部分都是家人 一起来享受海鲜美食 觉得这一般很温馨 对 有两个家我卖一斤一斤的 你是家里烹饭 是我挑战的 对啊 现在是太大 但是我们要吃吃没餐 对啊 我们自己是没关系的 没有餐 对啊 这个有那个 红秋菇耶 活着红秋菇 诶 这个是嘎辣吗 对 活的耶 然后菠皮鱼 好臭喔 老虎 来借货一下 好 天气不好 天气不好 也是海巷不佳 出船少 漁货就少 满多家没营业 所以来得早 不如来得强 时机真的很重要 一个人可以简单吃啊 一个人可以简单吃啊 一个人可以简单吃 可以喔 好 你介绍一下 你一个人很简单嘛 这个花蟹是一只就好了 炒饭炒面都有啊 这个要不要 哇好大只喔 再看一下 谢谢你 那一只呢 一斤是一千的 今天来的时机呢 有点点的不断 鱼货没有那么多 现在有海胆了 对喔 这个漂亮 是啊 这白玉凤螺好大颗 螺肉一定很太压 用烤的 一定很好吃 鲍鱼一颗一百 来 光鱼一圈 又回到16号店家 我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凤螺 好大颗喔 这凤螺怎么卖啊 一斤650 比一般大 650 价格算是正常的 晃一下 时间也差不多了 开始下雨 只能下次再 做 请姐姐哥吃咯 大家也都很味道 一栏五百的也都被买完咯 趁回程分享一下 16号店家老板 我的心声 感谢前来捧场买海鲜的朋友们 谢谢各位的照顾 好 现在换我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机会能与大家分享 托福 感恩 那我要回家做便当了 我现在来炒酒黄虾仁 先来发香 接着放虾仁 淡炒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把酒黄倒下来咯 好 加一点米酒 拌茶 嗯 香气四溢 酒黄炒虾仁 上菜 我现在要来做金沙中卷 这个中卷呢 我已经稍微沾了 玉米粉 然后我这里呢 是有两颗的 鸭咸蛋黄 还有半颗台湾洋葱 那我现在就先来对中卷半煎炸 那我现在就把鸭蛋黄倒进来 慢慢煸咯 待会就可以慢慢看它的变化咯 待会就会起非常浓密的泡泡 超香的 就是用慢火慢慢的煸咯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花枝倒进来了 然后 把它搅拌 它就会慢慢的裹上青沙咯 青沙我觉得好像太多了 然后再倒入我准备的大蒜 还有之前的洋葱 拌炒 拌炒 哇好香啊 这次的金沙我觉得太多了 没关系 这个到时候可以拿来炒饭 好上菜 金沙中卷完成 金沙中卷完成 非常好吃 但是我觉得呢 一个压蛋黄就够了 太棒了 然后剩下这里还正在慢炖的金沙呢 我就给它来炒饭 这就是刚煮好的饭 这就是刚煮好的饭 我现在来给它 翻炒一下 炒饭 翻炒到这也差不多了 都是一粒一粒的哦 然后再放入 芹菜冰 我现在再接着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刚煮好的饭 我为什么可以拿来炒饭呢 不是会黏在一起吗 当然不会啊 我只要把饭煮得干凝一点就好了 它们就是一粒一粒的啦 就像我现在这样 最后 再放入葱花 搅拌 这个里面呢 有 海鲜的香 金沙的蛋香 还有菜香 完美 这炒饭真的太好吃了 暖糯香Q啊 这是金沙 中卷海鲜味饭 换现在煎鱼咯 香煎鸡 泡刀鱼咯 与内汁 都可以温水 装饭 都不错 香煎炮桃 也好了 好啦,那我基本上就三個菜,一個飯 其實我是要包外帶便當的 好,那我現在就來邊吃我的晚餐 邊等鄰居來拿他的外帶便當 那感謝大家的訂閱、按讚及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囉 各位朋友們,掰掰 蝦很好吃 還有這粒粒軟Q的飯,真的是太香了